维族流亡团体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星期三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疆冲突中死亡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官方数字 对于中共官方指责他是新疆七五事件的幕后主使 他表示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首先热比亚表示新疆冲突的实际情况比中国媒体报道的还严重 热比亚说 中国媒体目前报道死亡人数为一百五十七人 有超过一千五百人被捕 但我们从当地得到的消息却是超过四百名维族人被杀死 以及好几千人被捕超过中国媒体报道的数字 针对中共官方对新疆七点五事件 是热比亚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在幕后主使 热比亚否认他策划这起事件 他表示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他说这些指控都不是真的 这件事与我无关 问题的根源来自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和主席实施的高压政策 数十年来 中共在这个区域的高压统治造成维族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 许多维族家庭 父母儿子都遭到中共的逮捕 这样 他们当然不喜欢让汉人统治 热比亚呼吁双方都能和平与自治 并且也希望中共当局停止播放单方面的说法报道 以及停止镇压 允许民众可以自由发言 他并表示听说当局要出死许多人 并逮捕更多人 但他认为这种做法会使目前情势更加恶化 据BBC报道 中共现在矛头对着热比亚 就是想要把问题焦点从国内转向国外 加快境内灭火降温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